是 除了有这些问题之外 还有什么问题让您不满意啊 就是说日常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都冒烟了 我都冒烟了 那土豆冒烟了 又毒 不让你吃 你气我有什么 我害怕你吃了又毒呀 我是为你好呀 你就和那个胡杨已经都老了都哪个样了 而且还老虽 老老虽他不叫那个路灶吗 让你换个新户 你为什么不换呀 我也是在想试探你 如果想和我一起真要过日的话 可以提出来我们商店去买一个 我给你说了好多次了你不买去 没有一点浪漫的情谊 我给你说了多次了你一直不在买 我和他生活不一样 假如说就说买水果吧 我每次都买最贵的最好的 他呢他买是最便宜的 买回家来第二天就烂了一半 买的时间是好的 可能储存保养办法不一样 你买的还是便宜 他便宜的他放不住好的 放五天六天他只能处处 他不会烂 就说那鸡蛋吧 他买鸡蛋你不知道 他买了二十个鸡蛋 回家还打了十一个 还剩九个鸡蛋是好的 哪有这样过日子的 你说这样过生活能行吗 那是不行啊 他打了一货 问题是他再放到冰箱里 鸡蛋和皮子再放到冰箱里 下次再炒着吃 你说鸡蛋皮子还脏不脏 你还再炒着吃 那你继续把它扔了不就行了吗 那带了几天不经过 他知道我就偷偷地拽了 还有一次那冰激凌 我买那冰激凌啊 十五块钱一个 我买了两个 我放到那个冷冻的了 结果他看得好 他拿到冷藏的来了 他说他愿吃乱的 花的 花的你可吃 结果没吃 十五块钱一个 吃了一个 还有一个 哪一个都爆发的 都和面包是发的 结果拽了一个 十五块钱被费了吧 你这叫我生活回过日子吧 我放到冷冻的 你为什么我拿到冷藏的来 我就希望你帮助我 恢复正常的生活 因为我一个人生活惯了 浪浪惯了 这个 太尴尬了啊 我站在这 确实不知道 你们今天为什么来 我就 以我这很浅薄的人生经历 我觉得你们俩分手 才是正道 对吧 分了好几次了 都分了好几次了 我吃了 我吃了 他在求着我上电了 我是干个题 我有点 他在买着水果上电了 再求我去 我说好的 所以今天是谁要来的呢 我要来的 要干嘛呀 我还是觉得他也有优点 人也没有 是全是没的 感觉他还有优点 我看能有该的机会嘛 好 您还要给他一机会是吧 对我看有该的机会 那前五次分手 都是谁提的呀 我提的 那谁提的何呀 他求我 求我了以后 我觉得他 他求了您五次 对 我走了以后 他在后边断我 黏我 他追你 我已经走了 他拽我 他就黏我去 那怎么今天 你又回来追他了呢 他求了我以后呢 我觉得他还是有些优点 我看看他能不能改 他改什么呢 你看他裙的 让他退裙不退 退裙 退裙 结婚不过结婚 结婚 当家 当家 我要当家 我看他让我当家吧 好 他当家不幸 他成婚 成婚 听明白了 原来您每控诉一项 其实背后都有一个鲜明的目的是吧 就是你跟女群友 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是退裙 对不对 生活上邋遢的是什么 是结婚 鸡蛋碎了 都赶紧把它处理掉 把这个冰淇淋放在冰箱 没放对地方浪费了 这是为了夺权 所以您每一个举证背后 其实都带着一个目的 我理解的对了哈 要问问啊